熱水煮滾 熱水 150克絲絲煮滾 然後 60克的素素粉 60克的冷水 然後倒到裡面去拌勻 然後倒到裡面去拌勻 拌勻 拌勻 把它拌勻 等一下等熱水滾的時候 再沖進去 熱水一定要煮到滾 沖進去後 它會變得有點透明 然後再把乾粉 剩下60克的乾粉 再把它倒到裡面去拌勻 水滾了 然後沖到剛剛那個粉漿裡面 沖下去 一定要走滾 然後再快速把它拌勻 它就會稠狀 很透明的稠狀 先把它拌勻 你越拌它會越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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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等一下再把它放到擠花袋裡面去 然後等一下再把它放到擠花袋裡面去 你看麵糊這麼稠的時候 不要稠的時候 你就把它放到擠花袋裡面 裝到擠花袋裡面去 那煮一鍋熱水 然後再準備一盆冷的開水 然後等一下要把擠花袋的麵 那個粉漿擠到那個水裡面去 這樣把它擠到裡面去 那粉條的大小 就是看你的那個口的地方大小 那你看它煮到透明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放到冷水裡面 你看它變透明了 更透明就可以把它撈起來了 撈起來就泡到冷水裡面 那我們就依序的這樣子 好像這樣就下去做 一碗黑糖水 然後粉條放下去 你看 然後再放一些冰塊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粉條